朋友们好,今天分享一下迷迭香的种植 迷迭香作为知名的西餐香料,很受欢迎 它香气浓郁独特,弥导很多人 但很多人却种不好,不是烂根死苗,就是香味不浓 如果像种菜一样管理迷迭香,就很大机会会种死 迷迭香的生长习性和多肉差不多 喜欢日照,一定要有直射光 很耐旱,怕潮湿,不能经常浇水 很多时候是被浇水浇死的 怕是又要直射光是个矛盾,如果种在露天的话 在雨季就非常容易烂根而死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它种在阳光充足又避雨的阳台上 看我这颗朝光照的一边就长得茂盛一点 所以隔一段时间就把它转一下方向 光照不足香味就会变淡 迷迭香的病虫还不多,管理重点是控制浇水频率 在天气干燥的季节,一般一两个星期浇一次水 如果天气潮湿的话,一个月浇一次也可以 所以最怕你太勤快 多种天然有机制制作,不含动物粪便 我这颗迷迭香从小苗到现在种了一年多 底肥追肥用的都是这类的有机肥,效果好又干净 在周围挖出小沟,把颗粒肥埋下去 除了多元素缓湿肥外还加一点氨基酸水融肥,保证营养多样性 同样撒一点在沟里,或者用水溶解灌根也行,用土覆盖好 同样方法在另外一边继续操作 这些固体肥会随着每次浇水慢慢释放养分 迷迭香的生长比较缓慢,属于多年生 埋完固体肥顺便浇一下水肥 很久才浇一次水,所以每次浇水我都配上一点水肥 液体肥也是用清洁干净的有机营养液 我喜欢用这种包装,因为它顶部自带刻度,非常方便 再平身挤一下,液体就慢慢从上面吸出来 按上面的刻度挤了5毫升,倒入水壶里 再加500毫升的水稀释,然后摇吟进行浇灌 在上面的厚厚的时候,将约上的水浇